中共国务院办公厅排定2024年农历除夕不放假 被网友骂翻后 日前又发通知说 鼓励各单位安排职工在除夕休息 再度引发不满 12月26日大陆社交平台上 中办国办鼓励安排职工除夕休息的话题 引发热议 网民纷纷质问 既然鼓励休息 那为什么不能直接放假呢 中共国务院10月25日公布的2024年 节假日休假安排 农历春节假期为8天 虽叫往年多一天 但未列入农历除夕 当时就引发民间强烈批评 有人说除夕是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 中共不安排放假 可能有政治用意 大概是除夕犯了习近平的忌讳 还有人质疑说 袁世凯因为元宵 谐因元宵取消了元宵节 现在取消了除夕放假 是否因为同样的理由 定了除夕不放假 没听错 今年中国除夕不放假 根据中国国务院安排 春节假期从大年初一 2月10号开始 连休8天 至于除夕要不要放假 则丢给企业老板们自己决定 鼓励各单位 结合带新年休假等制度落实 安排职工在除夕 2月9号休息 hashtag标记 你单位宣布除夕放假了吗 瞬间成为微博上的热门话题 有人说没有放假通知 倒是拿到了值班表 另外也有人指出除夕的谐音除夕 对习近平大不敬 因此被外界怀疑 可能跟不放假也有关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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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